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12日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乌克兰战场的最新的情况 首先这张图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俄罗斯利用自杀式快艇 袭击了乌克兰的一座桥 这座桥是在奥德萨 当然了我最终没有看到这个桥的损毁情况 但是它是一个遥控船 是在桥墩上爆炸了 所以这个等于是俄罗斯也开始利用 跟乌克兰一样的技术 使用这种遥控的自杀船 在水面上进行了开始袭击 这个比较出了一个比较新的消息 是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就是三人计划旅 开始在捷克进行军事训练 也就是说在巴赫木特 从巴赫木特把他的精锐部队给调了出来 大概是40天吧 所以现在看来有一些传闻说 乌军的一些精锐还是在外面在训练 这个消息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所以双方还是酝酿的一场大战 但是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 当然乌克兰原来是预计在2月15号之后 有可能俄罗斯就会发生一轮新的进攻 这个也反而没有几天时间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都是他的训练的画面 从这个背景上来看的应该还是比较新的 但是这个图片的质量稍微这个分辨率差一些 这个是在乌克兰战场上 两个反装甲的地雷爆炸 炸毁了两辆坦克 我们说在弗勒达附近的战斗 最近反映出就是乌克兰军队利用反装甲地雷 炸毁了很多俄罗斯的装甲车辆 包括坦克还有装甲车 这种雷呢 它现在是利用155毫米的火炮 进行远程的布雷 而且一步是一串 看来目前这种效果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雷的爆炸的威力 似乎也比较大 这个是在弗勒达附近的一个照片 也就是说我大家应该能记得在前一段时间啊 在这个区域弗勒达区域啊 乌军一下摧毁了俄军十几类的装甲目标啊 这就是当时这个出发时候的状态 我们今天呢 把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战况 再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乌克兰战场的战况呢 主要目前还是集中在巴赫 巴赫木特这个方向 在我们现在从最北侧开始说啊 这个克里米亚纳方向 克里米亚纳方向 目前似乎还是聚集在基罗夫西克这附近啊 这个双方的控制线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在索雷达尔的东侧啊 这个俄罗斯是占了一些啊 占了一些这个区域啊 目前在巴赫木特的北侧和南侧啊 也就是说从索雷达尔向西 还有在库尔九米夫卡这个方向啊 向西北方向的进攻啊 俄罗斯都有一些成果吧 现在已经把啊 乌军的区域呢 压缩到了这个M03和呃 零五零四 这两条公路之间 这么一个区域 也就在巴赫木特的西北方向 这个区域当中 我们说呃 俄军啊 在弗洛达的正面进攻 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 但是在弗洛达的东侧 呃 俄军是占了不少的地方啊 在弗洛达的东侧 原来也就是马林卡的下方啊 在这个区域当中 俄军占了很难一块地儿 所以现在俄罗斯啊 呃 近一段时间 确实占领的区域要多一些 离他这个 占领整个顿 顿涅茨克州这个目标呢 还是进了一步 啊 这个就是啊 最新的目前的啊 状况 最新的状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我们所说的 这四个城市周边啊 克里米亚纳 巴赫木特 还有顿涅茨克市 弗洛达 他的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 大家可以关注 今天的战斗的 俄军的伤亡数量 大概是过两天啊 乌军会汇报 大家到时候可以注意看这些数据 近些来 近几天来 俄军的伤亡的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好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